哈喽 兄弟们好 这里是振元 咱们今天介绍苏天军男的km910 这不是一个全新的 是一个朋友的二手啊 要会让 我们先来简单看下这把刀 一体龙骨米卡塔的手柄 O31的钢材 硬度有63 这么大尺寸 这个硬度是非常非常可观了 这把刀现在是一个停产状态 还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 ok 我们现在来看这把刀 有什么可看的 这个玩具之前拍过很多次了 老粉丝都见过 但是今天咱们要专门来看一下这把刀啊 它是一个经过暴力使用的刀 我作为一个没事就砍木头的人啊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砍木头不会对刀刃造成什么伤啊 也不会对这个刃面造成什么伤 但我们来看这把刀 它这个刃面的伤已经很深了 看到没有 所以它是砍了 很多刀 很多刀 我问他砍啥 他说也是胡乱砍的 啥都砍 但是如果说能留下来的伤 这些对应为止 你看到啊 刃面是有伤的 他资料只能留下这个刮痕 说明这个东西被砍的硬度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来看刃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个关于局南只能看 不能砍的这个谣言 不攻自破了 其实我有很多大哥啊 要么就是搞狩猎的 之前介绍过一个 还有那个是 做工地的 在工地上 没事给这个工友们弄个羊啊啥的 都是非常正常的操作啊 但这种视频 人家也不愿意发 就是载个羊啊啥的 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很多兄弟们 因为这玩意儿他确实是玩的人比较少 所以大家对东西有误解也正常 本来想说两句的 算了吧 总之这个东西它是能用的 不是说不能用 如果说你对这东西有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自己去用一下 对吧 给自己去用一下 网上的一些消息 不具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啊 910 非常漂亮的一个日式作品 可以小 910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个910的参数 910的重量 910的厚度是6.3毫米左右 欣赏一下细节吧 很犀利的一个设计